1946年12月的速北战役,华东和山东与战军联手,依仗间灭敌整编六九师及其援军2.1万余人,开创了解放战争以来,全天第一个整编师的战力。 为此,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,称,支持苏安解放区超过以前11次战决的空前大胜利,也是今年7月以来,整个爱国自卫战军中空前的大胜利。 然而,显为人知的是,这一战却显向桓生,华东业战军头号王牌一纵,差一点被帝王牌鼓脸正摇摇失全街。 此战是如何反败来胜的呢?与移仲司令员叶飞的大志大有分不开。 此战沉意的目标是先歼灭敌整六九师,得手后再歼敌整夭夭夭,战役先打敌整六九师。 16日晚,移仲在叶飞带领下,果断勇猛插入敌纵身,占领了高加拉,附加湖一线,一步插入小店子里南,占领三台山,一举阶断敌整六九师的退路,并形成与敌整夭夭夭师正面交锋的阵势。 由此,敌整六九师,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。 敌师长戴之奇迹的团团试转,拼命求援。 17日,敌整夭夭师的两个旅第11旅,夭夭八旅,在飞机大炮掩护下,向一众阵地发起猛攻,企图截整六九师之威。 一众顽强阻击,战况十分激烈。 狐连一路猛攻,整六九师也拼命反扑,很快对一众形成了伟家机之势。 下午一时,在击战中,一众部分阵地,首先被敌整夭夭师夭夭八旅占领。 敌军立即大举向着一众纵深警犯。 一时之间,肃星光路上炮车,卡车与武兵交相错乱,川流不息。 谁知正在这紧急关头,沉溺在山野前指给叶飞打来一个电话, 敌人的进攻太猛,八师封山阵地难以抵挡,已经撤退。 我命令你不已迅速撤离。 原来,恶守之高点封山的鲁南军区第八师顶不住敌军的进攻,已经后撤了。 难怪敌人一起涌上了一众。 大白天怎么撤? 叶飞好似情天霹雳,大声反问一声。 因为此时一众处在敌人纵深,四面受敌,一万多人大白天如何撤退?撤不下。 他立即说,敌整摇摇是正向我们进攻,炮火封锁了后路。 我们已经四面受敌,此时撤不下去。 一撤,整个战役意图要落空,我们损失不可预料。 气脑之下,他赌气说,如果可能,我希望前指的领导来指挥。 这时,素玉从陈毅手中接过电话说,敌人封锁得很厉害,带一个警卫班也进不去。 一个班进不来,我一个纵队怎么能撤出去呢? 素玉说,八师已经撤了,你们要迅速撤,现在不能。 哐他,素玉挂了电话,叶飞也把电话摔了。 然后,叶飞断然对副政委谈启龙,参谋长张一祥说, 白天不能撤,撤的话,两年敌人一家鸡,全纵队都要完。 只有坚持到黄昏,趁黑用冲锋打开口子,进行突围。 叶飞抗命不撤。 然后,他把手下三个旅长喊过来开会,说,我们再坚持四个钟头。 生死在。 此举,大家一定要协同作战,必须死守。 八师撤走了,敌将狐连集中全师的兵力,向着一众猛攻,十分凶猛。 移动了阵地攻势,大部分被敌人的炮火破坏,怪兵伤亡惨重。 同时,北面的敌整六九师也拼命死打,企图打通一条逃生之路, 在小殿四的抵御三旅,也对着一众猛攻。 这样,移动陷入了三面受敌的围境,战斗越来越危急,狐连亲自上场指挥。 敌人对着一众最关键的高加巴阵地,拔起第一次猛攻,守备在此的移送第七团失去一个营的阵地,撤回来只有悠然。 接着,敌人又发起第二次攻击,全是密集型的集团冲锋, 七团中间的一个营阵地又失守,跑回来只有七人。 十五十三十分时,第七团只剩下最后的一块阵地了。 大离突围时间还有两个小时,若再坚持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 也被当机立断,一群狠狠地砸在桌子上,撤,命令一下,第四旅,第二旅排成联防队,端着刺刀, 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,向正在进攻的第七团阵地之敌一侧发起猛烈冲击。 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众突击队,哥哥锐不可躺,以当时杀向敌阵。 敌阵遥遥失突然受到意想不大的猛烈反击,猝不及防,竟然陷现溃败。 一众乘胜追击,沙喊声四起,一直逼近苏千运河岸边。 这时候,后撤在此的第八师闻逊,但急转而对着小店子发起把攻。 在炮火的掩护下,他们25分钟便突破敌阅三旅的防御阵地。 结果,整个战场全乱套了。 一众北面的敌阵六九师开始大乱。 叶飞只留一个引颈舰和阻击地六九师,掩护全纵队转移。 此刻,他们手上又无重型武器,堵不住潮水般涌过来的正六九师官兵。 但是,敌兵已经完全乱了套,四处逃跑。 在混乱之中,敌正六九师的困兵,竟然推到了一纵指挥所附近。 叶飞见状,立即下令附近的部队全部出击。 于是,警卫部队,机关盖部,直前民工,组成了一支庞大的突击队,冲向敌群。 叶飞又命令第一,二旅,停止追击敌整11师,转而越回包围整六九师一步,很快将其揭灭于田野中。 就这样,叶飞转败为胜了。 陈一接到叶飞的电话报告,满脸惊讶之色,高兴的说,我为你们的安危真担心,情况真太出乎我意料了。 叶飞说,谢天谢地,总算冲出来了。 第八师还在与玉三旅基站,三个小时后,将全旅见面。 敌整六九师的残部六邻里,萎缩在人和围三个村子中,苦脸师徒转身过来救援,不料又撞上一栋,终于不敢前进了。 第二日,敌第六十旅游副师长率领再次突围,半路上返背拳间。 敌师长戴芝奇,眼看无路可逃,丢下一封成人书,自闭其命。 就这样,整六九师被全尖了,叶飞抗命的一场突围战,把脑打成了对敌人的速决战。 成立高兴的副师一手,敌到运河去,只看风山下,剧间不合一,买了戴芝奇。 感谢观看!